接着看到这是桃园市台61道路 大圆观音平面路段 这里多处都没有路灯 入夜之后黑漆漆 经常是发生车祸 地方民众担心行车的安全 要求要增设照明的设施 维护用路人安全 台61线开通之后 道路等级提升 造福通勤民众 但当地民众反应 大游往返观音方向将近10公里的平面道路 入夜之后没有路灯 导致开车视线不足 时常传出车祸消息 险上还生 北港里里长蔡炯烈表示 路灯设置不足 不仅使当地的民众人身安全疑虑 更有不肖人士趁夜偷到垃圾 造成环境脏乱 台61桥下的平面道路 都未设置路灯的问题 经过里民很多来向本办公处反应 那因为没有设置路灯的关系 所以引起一些不肖业者 偷到垃圾 废弃物 那因为环保局及警方都抓不到行为人 多位市议员接获陈勤 到现场实际会刊 要求相关单位得要尽速的改善平面路段照明设备 新科立委图全集也表示 未来前进立法院将积极为海线乡亲争取福利 访问的结果大家都在互相提皮球 公共总局接着说零星的装设路灯是属于地方政府的前线 那养工处呢只要是衔接路段是在整个县养护的还是居公所养护的 由于该路段分属公路局及养工处 会看现场两个单位对于改善方案还没有共识 却希望要求市府单位整合意见 早日增设路灯照明提升行车的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